张若云是85号靠演技说话的优秀男演员 外形潇洒帅气 演技自然真实 自成一派的表演风格让人过目不忘 他出道以来演过多部证剧题材 印汉军人形象深入人心 近几年来张若云开始街拍古装剧 塑造的古装形象都特点薛明 吸引眼瞧 颇受观众喜爱 张若云带来一部暗探旋梨剧 《大唐狄公案》 案件旋梨烧脑 实力大咖云集 看到豪华阵容期待直瞬间拉满 《大唐狄公案》是由文章指导 高罗佩单映编剧 共同打造的一部古装探案旋梨剧 导演文章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指导水平值得信赖 他曾指导的小爸爸 剃到边缘 《路遥之马力》等影视作品口碑都很不错 从特辑中的整体镜头调度以及置景 画面质感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值得期待 此外 该剧改编至荷兰作家高罗佩的同名小说 由高罗佩亲自操刀改编 能保留原创的精髓部分 这下剧集质量有保障了 《大唐狄公案》的演员陣勇堪称豪华 由周一维、王立坤 中楚西领先主演 周一维是80后公认的实力派 抗拒能力不一般 此次挑大梁大纲男主 完全可以胜任 从他过往作品来看 出演的作品评价颇高 素道的角色都很有待遇感 王立坤是85后实力女神 颜值演技双在线 中楚西四90后实力小花 此外 四弟张嘉义 人气小三张若云特邀主演 还有游泳志 李乃文 张子健等多位知名老戏谷亲力助阵 女演员方面有陈都林 董学 曹西文 杨学等一众美女加盟 从主角到配角 全员演技在线 如此强大的阵容 追剧的时候一定很享受 感觉收视率基本稳了 大唐敌宫案的剧情颇具看点 主要讲述了敌人节围观断案 与民除害的传奇经历的故事 融入了断案 旋梨 魔幻等多重元素 演绎敌人节探案故事 鬼秘案件暗藏凶险 情节离奇烧脑 迷雾重重 比较抓人眼球 该剧分为12个单元 每10集讲述一个案件 启用了不少知名演员 拍摄周期比较长 无论选角还是制作都很用心 虽然有经典作品 神探敌人节诸玉在前 但这部剧敢于创新 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敌宫形象 相信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张又云在《大唐敌宫案》中 作为特别主演亮相令人十分惊喜 这几年他在多部古装大男主剧中 表现得很出色 凭借古装全眸剧 庆余年大火一把 又因《雪中汗刀行》中亮眼表现 再次受到肯定 具有很强的市场号召力 此次新剧中饰演的虽不是男主角 但却是剧中的一大亮点 从剧照中看出 张若云新造型比以往都要帅气几分 手持弓箭 眼神清澈坚定 少年感十足 颇有江湖瑕士的风范 张若云合作的男主赵一维 也是一位实力派 他在《大唐敌宫案》中 挑战敌人杰这一角色 以青年时代的形象亮相 性格张扬 锋芒外露 积极敏锐 胆识过人 胸怀家国大义 赵一维版敌人杰造型 让人眼前一亮 借眉心目 音气十足 给人一种正义领言的感觉 周一维的演技毋庸置疑 张若云合作的女主王立坤 是公认的素颜女神 无论颜值还是演技的无可挑剔 他在《大唐敌宫案》中饰演女主 曹安 是一位唐朝爵士美女 这个人设对于王立坤来说 应该毫无压力 他曾塑造过大美人达姬 外形靓丽 气质轻力脱俗 拖有古典美人的韵味 此次扮演唐朝美人 绝美的造型与壮容 成为该剧的一大看点 张若云新剧《大唐敌宫案》 无论演员阵容 还是制作团队都很值得期待 实力派演员 周一维全时与众不同的敌人节 将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众实力大咖云集 组成强大的破案团队 再加上旋梨烧脑的案件 尽心动魄的打戏 绝对是一部又坑不亏的 探案旋梨精品剧 你觉得这部剧会赶穿 神探敌人节吗 最期待哪一位演员的精彩演绎呢 欢迎在评论区 自己留言讨论哦